菲律宾举重选手迪雅兹击败中国队 拿下55公斤集金牌 当战友都在为他庆祝的同时 教练却在旁边没有表情低头滑手机 直到颁奖典礼后才向前给迪雅兹一个拥抱 同时也为中国感到惋惜 就怕引发中国民众不满 才一直躲起来没有出面 希望外界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但不止他遭到中国小粉红出征 遭殃的还有他 中国女牌上一届奥运拿下金牌 今年却是爆冷门小组赛提前出局 总教练郎平被暴停奥运时 就曾带领美国队击败中国队摘金 当时被冠上叛徒罪名骂身一片 虽然2016年帮中国队夺金 但现在在吃败仗 郎平恐怕只能选择离开 为中国女牌诉求负起责任 三连新闻高一亭报导